美帝奇家族大当家的利二十世曾十分比一地说 达芬奇这货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胜 教皇为啥看不上达芬奇 因为当时达芬奇接了个大货 给教皇绘制大壁画 但他还没有开始构图 就已经开始研究后期的壁画保护技术 这让利二十世十分不爽 这相当于刚写了个PPT 就开始四处露眼喷口水 说自己将来如何吊打世界五百强 达芬奇PPT创业忽悠投资人的事 可不止这一件 有一次找不到工作的达芬奇 给米兰大公写了一封求职信 一通云山雾罩舍菜脸花立FLAG 说自己如何扭叉 如何能建造史上最雄伟的雕像 米兰大公高兴地把他请过去 结果达芬奇先预制了一年工资 却只交了个泥塑模型 为梦想之心 达芬奇才是鼻祖 除了忽悠投资人 达芬奇还是个脱稿惯犯 1481年 达芬奇为奥古斯丁修道院 汇制一幅大型的祭堂画 三博士朝圣 讲的是圣子诞生时 东方三博士朝拜的故事 投资方看到话实实达芬奇 啥话也不说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但前提是要签一份合同 两年内必须网工 否则一份不给 还要起诉到劳动局 这说明达芬奇这个脱稿惯犯 早已在业内臭名昭著 达芬奇为米兰圣马利亚 港恩教堂画最后的晚餐时 有时会从早干到晚 忘记吃饭和喝水 让人十分感动 但有时他又会连续几天 独自一个人挑剔的眼光 看着画中的人物 而一动不动 从而让人觉得他是个混子 据说达芬奇画了七年 还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 最后甲方老神父受不了 拉着达芬奇的手说 小达 咱能快点吗 你还年轻 但我还想活着看到这幅画王公 文明宇宙的蒙娜丽莎 是达芬奇给位公爵夫人的画像 说好的一年交稿 但达芬奇一画就是四年 如果他不是达芬奇 估计早就被甲方举报拉黑 踢出供应链了 完工后按照合约 达芬奇应该赶快交工 但达芬奇说 因为天天栽研这幅画 已经对画中人产生了感情 现在 这幅画已经不属于公爵夫人了 这相当于你带着女朋友去拍婚纱照 摄影师小哥让你女朋友 在大太阳下搔手弄自了三天 批完图却说 抱歉 你女朋友的肖线权现在归我 你不能拿走 你想不想打他 但问题来了 达芬奇这个来详毕业的中专生 还动不动脱稿 敲诈投资人 为啥这些大佬动不动还找他下单呢 因为人家牛啊 看起来是脱稿 其实是达芬奇把事情做到了极致 在三博士朝圣这幅画中 达芬奇探索人物的各种不同姿势 身体扭转的方式以及面部表情 在草稿中勾画了繁杂的透视线 以现在的眼光看 精确程度简直不可思议 而在文明宇宙的摩娜丽莎中 现代人通过X光机发现 摩娜丽莎嘴部涂了40多层颜料 这是达芬奇把颜料涂在手上画上去的 而每一层颜料风干掉几个月 在最后的晚餐中 达芬奇仅搜集13门徒的人物模特 就花了几个月 他像一个二溜子一样 没事就站在街头 混迹与集市 研究市井人物 找到符合他想象中的人物表情 在维特鲁威人的创作中 达芬奇几乎用尺子把人体量了个遍 记录每一个关键的数据 从发际线到下颗 从下巴底到头顶的距离 比例关系无一不标注清楚 为了研究人体的比例 他甚至自己去解剖尸体 作为维翼复兴三节之首 达芬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艺术史学者海伦贾德纳说 达芬奇的兴趣达到了维翼复兴时代 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 他的思想超出常人 他对世界有不可遏制的好奇心 这种好奇心带给世界极具创造力的结果 达芬奇那些看起来表面的脱稿 忽悠和嘴炮 都是因为他对世界的好奇 因为好奇 他要探索一种新的模式 发现新的材料 创作新的表现技法 去尝试达到极致的一种过程 那么除了当画家 达芬奇还做过什么扭叉的事吗 我们下期再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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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